在爱基会的帮助下 正在努力找寻生命的出路 我是志勋 我家是种田的 从小就要帮忙农事 小学的时候 我就已经会驾驶各种农机了 于是 去爱基会参加补救教学班 就成了志勋逃避农活的方式 虽然出息率很高 但学习却不积极 活争后 正值叛逆期的他 学习态度越来越不好 不得已只好让他先退班 后来 经过时间思考后 他主动表达回班的意愿 学习态度也改善了很多 我妈妈说 如果读不了书 就要回家种田 我从来就不想承接父母的事业 这几年我在爱基会上课 感谢老师们总是想尽办法 激发我的学习动机 还为我设计专属的教材和教法 现在 志勋就读记质学校基电科 虽然已经没有爱基会老师在旁协助 他却仍然保持主动积极的学习态度 每次断考都是班上第一名 谢谢爱基会帮我打开生命的另一扇窗 让我知道 只要努力和坚持 自己也能拥有一片蓝天 财团法人爱新第二车文教基金会 让孩子看见不一样的风景 捐款支持 请恰 爱基会官方网站 整天加班工作 想要钱滚钱 你有更好的选择 群艺母子基金 自动用钱帮你工作 群艺母子基金 利用基金养基金 达成投资商倍效率 群艺母子基金 申购零首失费 速洽群艺投信 02-2706-97基金 投资一定有风险 基金投资有赚有赔 申购前印象月公开说明书 台科大EMBA开始招生咯 全台唯一获得双国际认证的 科大商管学院 新型态数位转型高阶经营管理课程 有专业师资与跨产业学习 绝对是您最优质的选择 11月20日星期六上午9点 台科大EMBA招生说明会免费参加 快上网搜寻台科大EMBA 或播02-2730-1151 2730-1151 98新闻台FM98.1财经 一路发 我是阳孟华 跟听众朋友先报告一个消息 就是我们98新闻台的YT频道 在半个月前 无预警的被停权 我们也觉得莫名其妙 就是说为什么会被停权 同时这一段时间 我们电台的行政同仁很辛苦 他们就很多次写信 打电话到YT去 询问说为什么被停权 结果都音讯全无 石沉大海了 就是说连一纸的回应都没有了 所以说我们在这边就要请我们听众朋友来帮个忙 到我们698官方粉丝团置顶贴文下留言 您现在上去看的话 你会看到一些 看到这个置顶贴文 下面留言 同时您在留言的时候要打一个 tag一下 就是打一个小老鼠 先打一个小老鼠给YT YouTube跟Google 因为大家知道这个YT频道是属于Google的 Google先年把它买下来了 所以请Google的好朋友们 也来看看正式下问题 给我们 至少给我们回应一下 就给电台了 给电台一个回应一个说法 让我们知道说让电台知道说 到底是触犯了什么条款 就被停权 那以后至少我们主持人 或者说我们在直播的时候 我们可以注意 注意这个相关的条款 对不对 就是说如果你说 我也不知道到底什么原因被停权 我们无从注意起 对不对 不叫而杀之为之 我们被虐待吗 你的意思是我们被虐待吗 所以说请大家 我们听众朋友 大家集合众人之力来帮个忙 因为我们毕竟半个月了 我们都还没回应 好 那这个今天要来谈一下金融股 对不对 但金融股之前先请教 因为今天中钢正好开出盘价 结果下调了1%多将近2% 这是一年半来中钢首次下调盘价 另外合进钢厂先前也调降盘价 同时今天风心 这个钢筋大厂龙头厂风心 他也下调了这个内销的盘价 那这个钢价是不是 亚洲钢价是不是全面松动了呢 我觉得看一个月还不准 其实我们在看这个趋势的时候 看产业的时候 其实你的方向跟焦点要放长一点 你要去思考的是这个未来到底市场 到底有没有这个需求可以去支持这个价格持续走升 那目前我们看起来 其实市场的这个需求其实是有的 而且也有一些条件可以支持像钢铁的价格 甚至原物料的价格持续走升 那主要的当然有两个很重要的因素 第一个其实就是这个通膨 这是通膨 尤其我们看到上个礼拜 美国公布的10月份的这个CPI 通货膨胀吓死人了 6.2% 31年来最高 这超恐怖的 这么大的一个经济体 好像出现了像新兴市场的通货膨胀 这真的是蛮让人家会去担心 全球经济会不会陷入所谓停滞性通膨这样的风险 10年岁左右的美国的老百姓 没有看过这么严重的物价 没有看过 对 31年来最高 真的 这个算是 这种通货膨胀 只会在新兴市场出现 但现在却真实的发生在美国 那不管 其实通膨或许会减损消费者的购买力 减损消费者的荷包 这是毋庸置疑的 因为你加油的成本变贵了 你买东西的成本变贵了 那如果你可支配的所得 没有同步上升的话 那你当然这个痛苦指数就会大幅的上升 那当然 这是对消费者而言 这是对很多的一些民众而言 可能会有感受到通膨的压力 但是对于很多厂商来讲 其实通膨他们会带来他们的营运的成长的一个 尤其是温和成长的一个很大的助力 因为大家知道 其实一家公司他们的营收怎么算的 其实就是P乘上Q P就是价格 Q就是数量 所以如果通膨持续来袭的时候 他们就有调涨能力的一个条件 那涨价就会有所谓的资本市场就会有涨价提债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这个通膨的压力正在袭击而来 我觉得所以对于未来来讲 其实对于这些钢铁厂或是对原物料股来讲 他们都有转价的能力 这一点其实我个人是没有太过悲观 那第二个其实就是市场的需求 那目前其实大家知道 现在自从拜登他们所推出的这个1.2兆美金的这个 美国史上最大的基础建设的法案 在众议院通过之后 那未来这几年美国要大兴土木 不管是要盖桥梁 要盖道路或者是修铁路 这都会动到很多的这关于原物料的需求 所以我觉得把时间放远的话 当然其实我觉得整个价格都还有往上走深的一个条件 所以我觉得这倒不用太过担心这一两天的 这一两个月的一个变化 虽然说今天看起来中钢股价也有回跌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整体钢铁股的情况 如果看中钢大成钢的话 大成钢是跌的比较重 虽然说美国基建体材 但是大成钢感觉起来今天是在钢铁股里面是领跌 那中钢当然也下跌 但跌幅还好啦 中钢跌了1.75%跌6毛收33.65 但是大成钢一跌跌了3%多 跌了1.55 1.55元收46.75 另外中红也跌了2%多 叶辉跌了快3% 风鑫跌了1.5% 只有东河钢还能涨 涨0.12% 另外四季钢也跌了快2% 星光钢跌了2.6% 春园跌了2%左右 允墙威智也都下跌 这是今天上市钢铁股全面转弱的情况了 不过感觉起来金融股最近还似乎是 渐渐在吸引人气 对啊 而且我觉得大家真的可以留意现在金融股的投资价值 那穆罕哥刚才有提到说钢铁股今天走落 其实我觉得走落我自己的看待是还蛮平常心看待的 比如说以大成钢来讲 2027的大成钢 其实他这一波的股价是从11月初的时候才在40.1块 然后快速的涨到51.3 涨了超过两成多 在短短的半个月的时间就涨了超过两成 那今天再回档个一两% 好啦给他个跌个5%10% 我个人都觉得都是还好啦 其实大家不用太在意 不过大家要有一个认知 这个认知是什么 就是钢铁股这种过去这种喷出行情 其实已经结束了 大家不要去想那个中钢那时候 从20块快速的飙涨到这个46块 那个快速喷发那个阶段 那个其实在短短的半年就急速的往上冲 那那个快速往上喷的那一段已经结束了 接下来其实他就回档修正之后 接下来会跟着他们的基本面 因为他们陆陆续续会公布他们的一个营收财报的数字 那慢慢的就会往这个基本面的这个条件去靠近 所以我觉得大概就维持在这个价格 然后缓步的上升 是我对于现在钢铁股的期待 所以大家现在看钢铁股 你不要把他想成是他会 就是那种电影的那钢铁人会一飞冲天 钢铁人最后也乔乔了 对啊 被那个沙漠斯给干掉 但同归于尽 他也是英雄退场 英雄退场 不会啦 现在投资钢铁人还不至于会英雄退场 所以你不要讲钢铁人 讲到钢铁人会想到他最后飘飘了 那基本上我觉得其实就是 牵前这一波涨蛮多的嘛 短线的涨幅完之后修正其实蛮合理 但是今天这样子的盘面 其实刚好说明台股现在的盘面结构是非常的健全 我之前有在木华哥的节目中一直跟大家讲 如果你把台股想成是一架飞机飞行在万七的高空上 那这架飞机会飞得非常的安全 甚至有机会创历史新高的这个目标迈进 最主要是我们有三颗非常好运转很好的引擎 那一颗是半导体电子股 然后一颗是传产股 另外一颗是金融股 那这个有个共同的特性 即使当天的盘面有一颗引擎拉插 也会有另外两颗引擎把它撑起来 那比如说今天的钢铁股可能残产股不好 但是电子股半导体还有金融股表现就很好 像今天的联发客重新又回到了一千块之上 那金融股今天也是成为盘面的一个撑盘的一个要角 那可能过几天可能金融股熄火了 但是搞不好残产股跟电子股又会起来 所以永远都会有一到两颗运转很好的引擎 去支持台股在这个万七的高空中去安全的飞翔 所以我从目前的盘面结构来看的话 我真的是看到是一个蛮健全的一个发展 就盘面的一个产业的轮动上市 最近航空股也大涨嘛 你看长龙这两档这个航空五线年 大家都觉得实在隧道不行的公司了 最近股价也大涨 但是记得不要再去追了 他们这些已经算是结束了 结束 人家才刚刚开始涨 你说人家结束 结束了 大家不要看外资钱那是买得很凶 但是真的 买股票绝对不是买在这种在急涨的时候 就是股票在涨的时候 绝对不是你思考去追股票的时候 股票在涨 它背后一定有一些利多的讯息 可能搞不好是什么解封 或者是可能我们边境可能要开始解封 我们都还没解封了 回来还要关14天了 因为最近刚好我朋友说他们现在飞美国 经济舱要9万多块 对啊 没办法 因为他都把那个飞机拿去载货了 载人当然要贵一点了 但是我个人是认为航空股不能再买了 好啦以后坐船去美国啦 我们这边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今天虎航开始推什么东西的票欸 而且可以免费取消一次到明年2月还是3月 讲真的啦我们也不知道得罪谁啦 讲实在也就是说这个问题喔 我觉得也是可能需要就这个YT的言论规范来探讨吧 所以我们也就是说基本上就是希望说YT给我们一个言论规范 然后就说欸到底是哪个节目或者是哪一段或者说怎么样被人家检举 或者怎么样怎么样 会不会被检举的已经到什么样的情况 我觉得有一个标准出来 让大家可以有所依循也比较好啦 这个是反正游戏规则嘛 你定出来那要不要遵守 那因为毕竟这个unoff的权力在你手里面 那你游戏规则定出来让大家很清楚 不是这样就透明了吗 对不对 我觉得诉求点在这个地方 那至于说有没有得罪谁 或者说有没有怎么触犯什么条款 那基本上我觉得那是不是我们 讲时代也不是我们在探讨 因为讲时代言论有言论自由嘛 因为毕竟这个也是宪法保障的嘛 那但只要不涉及到北方啊 或是说恶意攻击啊或怎么样的话 我觉得毕竟是这个是宪法保障的这个言论自由权嘛 那另外就是说刚刚有人 有听众朋友问我说 嘉祥问我说 什么情况下会出清持股 出清持股 每股崩盘我一定出清持股 那台股现在算高基期吗 当然基期不算低18,000嘛 这个高空越过 当然是高基期 明年下半年会不会有大幅回涨可能 这个真的很难预估啊 这个要看整个通膨有没有消退啊 就像我刚刚在4点20分的直播节目有更听 我没有报告 基本上我认为如果通膨半年内不消退的话 其实金融市场压力就会越来越大哦 但就是说在这个半年内 联准会那么鸽派嘛 对不对 所以他基本上他是对通膨示弄无堵嘛 他示弄无堵的原因 最主要他也是要维护金融市场 所以说联准会他就是一场赌博 对不对 他就在gambling 赌什么呢 赌通膨会消退 如果他赌输了 那后面的问题就很大条了嘛 所以说这就要看说联准会现在手上的筹码够不够 那他最大的一个赌注就是金融市场的泡沫 我认为是这样子啦 提供你参考 所以我觉得大概还有半年的时间可以 在这个半年的时间 大家还不需要太紧张 但是半年后如果通膨不消退的话 可能我们真的要很谨慎 有没有 酒吧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我们的威尔森啊 刚刚讲说MOO 这个我们刚刚直播的时候有介绍大家 那威尔森上个礼拜介绍大家的KRBN也非常好 今天只有新闻出来咯 这个看到那个联合国气候峰会 这个COP26啊达成了协议 把全球探权交易注入强新增嘛 那KRBN这档ETF啊 就是所谓的追踪探全期货的一档ETF 上周五虽然说小跌0.1% 但是呢 他今年以来他已经涨了80%了 是相当强势的一档ETF 就是说这都是跟随到主流的一些 投资的思维啦 让大家去参考 就未来这个能源问题啊 包括量价问题啊 或者说通膨问题 我觉得啦 我个人觉得他不容易消退了 我觉得他是一个长期议题 那当然这样的状况之下呢 就是说你可以看到 就是其实全世界都围绕这些议题上面打转 好那我们今天呃 直播现场上面 我们请到的是投家日报申请总监 那请总监要跟我们来谈一下这个金融股 对不对 到年底的时候看起来金融股 是不是有作涨行情呢 对其实金融股大概每一年啊 最会涨的月份 其实就是12月 这就是12月份 那现在刚好11月中旬嘛 那当然这个在这个阶段 其实投资人就可以比较抱有 比较大的一个期待性啊 那不过我要首先啊 因为我刚才看到在广告的时候 还蛮多的网友在问 这个时候他很怕 会不会有大幅回挡的风险 或者是通膨可能会有什么影响 那我跟大家分享 我现在目前自己的操作啦 我我在过去这段时间 我之前其实蛮明显 就是10月份的时候 我几乎是每天都在买股票 每天都在买 就是股票跌下 我每天都在买 那但是到了11月份 尤其到了台股 今天已经来到17500点之上了嘛 那甚至今天还改写了8月4号的那个波段的高点的时候 其实我在这个阶段 其实我已经没有在思考买股票这件事 我在思考的其实都是获利了结股票这件事情 就是在卖股票 其实很多事情 其实你投资的节奏一定要抓对啦 就是股票在跌的时候 你可以也许可以进场去解架 你最近卖了什么 最近还没开始卖 对最近已经准备要开始要卖 要开始卖 哇 孙先生要抛货了 大家注意赶快酸 再怎么抛 那我还是会维持七成以上的持股啦 六成到七成 那为什么要卖股票 其实一方面就是见好就收嘛 那要提高现金的比重 那为什么要提高现金的比重 就是以备不时之需 就是在投资场中比悲伤还要悲伤的事 就是股票很便宜的时候 你却没有现金可以加码 所以你要为了避免发生这件事情 一定要做好资产的配置 那资产的配置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有些股票它涨到了一个合理的价格 涨到了一个可能从财报分析计算出来的昂贵的价格的时候 你记得要见好就收 你不要觉得它是不是会再涨上去 比如说像刚才沐华哥有提到说 像那个航空双雄 航空双雄其实我们从财报分析的角度来看 其实它都已经涨到昂贵的价格了 比如说华航 华航2610的华航 其实它过去240天的平均的股价净值比 大概是1.44倍 然后它昂贵的股价净值比大概会落在1.99倍 所以换算成股价的话 大概23块以上的华航 就应该已经算是财报分析中所计算出来昂贵的价格了 那另外像长隆行也是 长隆行其实 长隆行的话 其实它的过去240天的股价净值比大概是1.09倍 所以如果换算成它昂贵的股价净值比大概落在1.51倍 然后如果换成股价的话 大概在23.8以上的长隆行 对我来讲 其实就是财报分析所计算出昂贵的价格 那宏达电威胜根本没有本益比可以算 所以它也许可以用股价净值比去看 那我来看一下 你觉得宏达电威胜呢 对沐华哥突然现场考了一个题目 我来看一下好了 原宇宙发工之下 万事无敌 无坚不摧 原宇宙metaverse is king 这个宏达电的部分 就会需要比较 进阶一点的财报分析去计算 那我现在目前没有办法直接判断 对 终于考到你了 他进入到原宇宙的范围 超乎我的想象 我们进入原宇宙 大家一起来原宇宙一下 但是在天上飞的飞机 我们还可以评量 还是可以评量的出来 所以刚才提到的就是 最近长龙行跟华行不是一直在飙吗 在飙的时候 绝对不是投资人买股票的时候 一定是你思考获利了结的 对 金融股爆击党来了 马上切入到政体 所以我觉得 我现在四分钟 才讲到金融股 投资的节奏真的很重要 对 另外金融股的部分 其实每一年到12月份 确实都是平均上涨几率最高的 比如说像国泰金 过去31年 它12月份的上涨几率是73.3% 那第一金过去31年上涨的几率也是73.3% 那2888的金光金 在过去的28年 12月份的上涨的几率是来到78.6% 那另外还包含了像2885的元大金 过去28年的统计 12月份的上涨几率是高达七成之上 然后我们有统计大概15家的金控公司 只有核库金在12月份过去的上 过去的几率统计来讲 它是比较会落差的 所以基本上你跳过核库金之后 选其他的金控公司 都会有蛮高的胜率 那你有十几家可以选 对 那所以很多金融股 在这个阶段我认为 确实是还蛮有它物美价廉的条件 那这个是指上涨的几率 那如果就单月的平均涨幅来讲 其实都还蛮 我对我来讲是还 就统计数据来讲是还蛮诱人的 比如说像2884的玉山金 在过去27年12月份的平均涨幅 是落在4.16% 然后2885的元大金 过去28年12月份的平均涨幅 是落在5.88% 然后开发金过去31年 12月份的平均涨幅是6.32% 然后国泰金过去31年 12月份的平均涨幅是5.03% 然后中信金过去30年 平均12月份的涨幅是8.23% 我8%了 那像新光金是7.66% 第一金过去31年 12月份的平均涨幅是5.04% 新光金 我去购第一金 所以很多人就问我说 在这个阶段你与其把钱放在第一银行 当定存 赚那个0.8%的定存的利率 还不如把钱拿去直接买第一银行的股票 搞不好他一个月还可以创造出 5%的这样子的利润报酬 那另外富邦金在过去29年 12月份的平均的涨幅是6.64% 然后国票金过去31年 12月份的平均涨幅是6.08% 所以从这个时间点来看 我觉得这个时候 11月份尤其现在进入到11月中旬 确实是蛮适合去布局金融股的一个时机点 因为就过去的二三十年的统计啊 每一年的12月份 本来就是金融股最会上涨的时机点 那而且买金融股有个好处啦 就是买就是如果你今天可能 如果你买今天可能听了我们这个节目 然后你买到金融股 然后可能12月份或赚钱的 其实应该很开心嘛 你也不用谢谢我们 你应该就很开心自己在礼拜一的晚上 准时收听我们的news98的这个财经一路法的节目 但是如果赔钱了怎么办 赔钱就认啊 赔钱也不要爱找我 股市本来就是愿赌服输吧 没有 我说金融股如果买到了赔钱了也没关系 大不了套牢 因为还有很好的现金质疑的保护 平均金融股的现金质疑 我刚才讲的这几家至少都有5%左右 所以即是赔钱了 没关系 我来长期投资 赔钱就唱那条歌 我等着你街头 我等着你街头 对不对 就是这样 阿哥会变更我也会了 好不好 没什么了不起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了 因为12月份的金融股有比较大的行情可以期待 所以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好 这个统计書籍提供的地方参考 关注